今天为大家介绍日本住宿会社 伊拉卡旗下阿希多14顾物 面向疫情期间 从海外回到日本的外国朋友们 开展的从机场接送到隔离住宿 安排一条龙组的专业工资 可以中英文对应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日本政府要求所有从海外来的入境人员 要求隔离14天 从机场到隔离住宿地点 不允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只能够搭乘私家车或者出租车 并且在达到机场以后 要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在检测结果出来以前 原则上都要在机场内等候 从今晚来到日本 具体应该怎么办 该预约什么样的出租车 该住在哪里隔离 两个星期应该怎样度过 所有的疑问和焦虑 阿希多14会帮你意义解决 的切都放心交给阿希多14吧 到达机场以后 先进行PCR检测 然后到等候区等待检测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或来引 告诉你简易资料的填写方式 大约三小时过后 检测结果出来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专车 把你送到为你安排的 隔离住宿地点 对于当天的流程 我们会事先用英文或中文 进行书名沟通 以确保当天可以顺利进行 隔离期间入住的客房全部都是建成不到三年的新房间 并且都是我公司旗下自己的物件 安排的房间都已经完成 清洁消毒换期48小时以上 完全符合CDC标准 可放心入住 所有房间内家具 家电和厨房设备设施齐全 可以随时拥抱入住 当然 考虑到特殊时期会有许多突发状况 航班的取消 延迟等情况 我们都会全力协助 到入住前两天以前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都可以免费取消预定 如果你想来日本 但是却因为种种担心和予率无法成型的话 请请先联系我们 Assistor14 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减 提供单人房、双人房、家庭房等多种房型 住在日本的外国朋友们 还可以使用GoTo优惠 房价立刻减35% 另外还额外赠送15%的地方优惠券 如果你打算来日本或返回日本 请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说明栏 了解更多详情